清水区牛马头遗址文化园区 日前被人发现里头有五棵老树 出现叶片枯黄树干腐蚀的状况 经过专家检查之后确认是感染了核根病 而且有倒塌的疑虑 地方担心会发生意外 市府第一时间也随即派人前往拒除 只保留下树根的部分 不过由于核根病具有强大的传染力 因此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前来会刊处理进度 希望能够做好后续的防范 确保疾病不再发生 树干中间出现直径六公分大小的腐蚀洞 这些都是受到核根病感染的树木 市府第一时间也随即派人前往拒除 只保留树根的部分 但此举也引发地方疑虑 担心核根病会再度蔓延 核根病同样在树木上 这个病情里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 所以说这个得到核根病的树木几乎都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我们最好要先做到预防核根病的产生 地方表示位在敖峰山上的牛马头遗址文化园区 里头除了有许多历史文物之外 还保有许多种类丰富的珍贵老树 由于核根病具有强大的传染力 过程当中若是没有妥善处理 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明代这一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看 砍除掉之后的这些树枝是怎么处理的要追踪好 留下来的这个树根要怎么处理才不会再产生第二次的这个污染 因为我们敖峰山有很多树木如果因为没有处理好 扩展到其他的地方的话那影响的这一个面积更大 是不是有达到根治的效果 我们会再会同本府的农业局一起再次 还有我们的文资专家再次办理线刊 那有关可不可以挖厨的部分 我们就请我们的文资委员组专案小组来评估 是不是用遗址视觉的方法后续再来办理 那有关废料的处理我们再请我们的同仁去追踪 对此负责管理的文资处也表示 由于牛马头遗址文化园区在开挖上有一定的规范 因此接下来也将成立专案小组 针对树根移除根核根病防治 进行全面性的检查 期盼可以做好后续防范 确保疾病不再发生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